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等人 跟随佛光山极乐寺法师编诵经 编到各个行政单位以及病房 为所有医护人员和病患及家属们祈求平安 又到了中原普渡的时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同样不免俗 特地伤请佛光山极乐寺法师 到基隆医院举办113年度 孝道岳 中原普渡齐安超建法会 为所有医护人员以及病患和家属们祈求平安 我想我们基隆医院的基隆医院 基隆医院是真的非常有远赠 然后我们接待一个程度 然后我们医院也照顾我们民众的治愈健康 基隆医院照顾我们基隆医院 和新银医院的健康 然后我们能够整个问题 其实我想这让我们台湾是唯一 唯一的一个很大的寺庙 然后我们医院可以结合在一起 一起放过活动 这非常有趣的意义 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能够健康 谢谢 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代理副院长陈维达 秘书李林美以及各科室主管和同仁 以鲜花素果祭拜 跟随极乐寺寺庙庄法师一起送金祈福 以虔诚的心意超见尊亲祈福照善 祈求民众健康平安 愿务顺利推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